近期画的一些作品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会发现我更新作品比较快 画的比较多 有兴趣的朋友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以往的视频 相比起大部分的国画自媒体作者来说 我的作品确实出的特别多 因为我几乎天天都在画画 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静下心来看一部电影了 偶尔看一下短视频 调节一下 有时候画多了确实很烦 我的方法是画这张画感觉烦 那就画一张简单的随手画几笔 如果状态好了 就把以往没画完的再拿起来继续画 截止到目前我手里还有几十张没有完成的大小作品 这一张蹭两笔那一张蹭两笔 忽然一天一完成就是很多张 还有一点就是学会放过自己 绘画永远没有画好画完这一说 要能接受自己的不足 人到中年你闲着也不舒服 胡思乱想 还不如蒙着头不停地画画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